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毕竟一定有它所谓避险的需求 这是绝对需要的一个避险的需求 毕竟外资你也知道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光光 这个部位来讲的话 四五千口OK啦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短线的一个避险需求 这是合理的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外资的操盘人 你也会做这样子的动作 否则你一大堆的台积电鸿海该怎么办 联发科 好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可以印证了几件事情就是说 第一个台子结算有压低 结果压的台北加全的指数呢 也不过就是跌了三点 那昨天也跟各位谈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说 FOMC明天台北时间的凌晨 差不多我看应该两三点就应该会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结论 那也就是说 最后的美国美股的走势呢 如果那上涨 那台股当然就是上涨了 那如果说美股下跌 台北股市也不一定会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结果的 实际上呢 在经过过去纷纷扰扰的一个时间 持续不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它的一个威胁的程度 冲击的程度 已经严重的降低了 更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这个时间点 刚好就是落在明天礼拜四这一天 我想这一天呢 12月19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我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最重要的一个台北加全指数的一个关键点 叫8360 各位看好 我们看到这一波加全指数 刚好来到季线8313之后 做出一个所谓的止跌的动作 虽然他没有立即做出反弹 可是毕竟就是说 8360这个位置 刚好也就是明天扣抵 五日均线的这一根位置 在过去五日均 在扣抵这三根相对高档的时间 五日均是下弯的 明天开始扣抵这一根长黑的一个收盘指数 刚好也就是在8360附近 那8360刚好也就是这个平台的位置的附近 所以说明天8360如果能够开始站上的话 那很清楚的就是说 他五日均线走扬 五日均线走扬 就是先化解了所谓再度下探的一个机会 反而就开始有机会要往上做攻坚的动作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契机 第二个部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说今天的成交量 毕竟比昨天的600多亿要来得高 今天来到了所谓的700多亿了 734亿那你去想想看今天的量增加 那到底是大盘指数小跌三点 代表很清楚的就是有人在做逢低承接的动作 我想这个部分投资朋友们 你也应该要留意 最后的台指压低结算 最后的FOMC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我想针对台北股市的一个压回 应该都出现了所谓个股比较好的一些的买点 我想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 我个人呢持续是对台北股市呢 是一个乐观期待的一个盘 再来的话呢我想今天 当然就是说是我们回头来看 极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我想明天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档个股做一个上跪的动作 那这档个股呢就是华言国际音乐 8446的这一档个股 那这档个股我想是很重要的一档就是说是 我们可以称它就是所谓的文创 文创相关的一个个股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文创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呢政府上面呢要大力的一个发扬 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盘面相关的文创的股票 它是蛮强的 我们可以请导播开始慢慢的就是说是 当日走势图可以帮我们带出来 第一档个股我给各位看一下9949的留言 9949的留言当日走势图就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是来到涨停 这一档个股呢它是做水晶玻璃的 那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它的前三季是赔了0.09元 我现在要跟各位谈到就是说 因为华言国际音乐明天要开始上柜 所以说相关的文创 其实相关的个股 它们都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那大部分有很多个股是涨停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谈 这些个股它前三季的EPS是怎么回事 以留言这一档个股来看的话呢 它前三季是赔了0.09元 那么第二档个股涨停呢 我们看到3086的华益 华益今天也是涨停 但是呢它的前三季赔了9毛2 也就是赔了将近一块钱 那华益这是3086的华益 再来我们看到了3494的成岩 3494成岩 我们知道它现在有Pringle的一个 所谓的即时的充印机 把Pringle的软体上到App Store 如果我们需要藉由所谓的造的像 我们需要有充印出来的话 我们就把App Store的Pringle这个软体 download下来 我们丢到云端去把我们的相片 然后到通路那个地方 利用Pringle这样子的一个印表机 就可以把你的相片印出来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拥有了这个相片 你还可以做图案 你还可以做修改 你甚至可以做成自己拥有相片 自己的圣诞卡 我想这个部分也都叫做文艺创造 都是叫文创相关的受惠股 所以说3494的成岩 他今天也来到涨停 但是他前面三季是赔了5毛9 -0.59元 那另外的话呢 我想今天有一档个股啊 也是创下了近期新高 最重要的一点 创收盘新高的这一档股票 他是有转投资华盐国际音乐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6237的华讯 今天收盘价23块4 那么他创下了近期的股价的收盘的新高 我想这个都是文创 那么再来一档个股 昨天来到所谓的近期的高点 来到149块半的5263的智威 这一档个股就是 飞行剧院相关的文创的收益股 好 我跟各位谈了这么多的文创 那么这些个股也因为盘面 明天的华议国际音乐要上柜 这些个股它持续不断的 过高的过高 涨停的涨停 创收盘新高的创收盘新高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的力道 在往上做推升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从这些所谓的文创的一个相关的收益 各位我们如果要选择个股的话呢 应该怎么做选择 我把相关的文创概念 大致上的相关的个股 我给各位给了一个表格 你可以看到有华讯 刚刚跟各位谈到的每一档 还有智威 华裔 陈妍 那我现在跟各位谈的一档三五四一的希伯 那从这些个股都可以视之为 文创相关的受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前三季的EPS 华讯是刚好 Balance 不赔不赚 不赔不赚 智威-2.64元 华裔-0.92元 成岩-0.59元 希伯是赚了一块七毛五 我想希伯很清楚 他是一个专业智慧影音相关的产品的一家公司 专业智慧影音产品的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来讲的话 不仅如此 他本身是一个文创相关 在这个题材上面 他拥有相对股价可以推升的力道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EPS 他的前三季 已经赚了一块七毛五 更重要的是他的第四季 他的营收跟获利会大爆发 那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文创相关的概念股 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华盐国际 哇真的开始真正有一档 文创的领头羊叫华盐音乐国际 国际音乐这样子的一档个股 这个叫做所谓的领头羊 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相信台北股市相关的文创概念股 都会在股价有所谓的一个表现 那这时候除了领头羊 他会持续的独领风骚之外 相关的文创的社会股也会跟着往上 但是我们要如何找到相关文创社会股 最具有股价飙升的潜力相关的标的股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就是三五四一的稀薄 做所谓的专业智慧影音产品 前三季赚了一块七毛五更重要 第四季它的营收跟获利会大幅的爆发 我想这样子的个股呢 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 我们从三五四一的稀薄 从日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持续在做一个所谓 即将要再创新高的一个所谓 强势的整理盘 这是它的一个技术面 那这个技术面也代表了就是说 在整体上面所有均线都是走洋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时候就给各位一个结论 第一个 任何一档个股 我们从产业深度来先跟各位介绍 产业深度没有问题 EPS持续大幅的爆发 整体上面也是一个EPS 获利的股票 再加上所谓技术面的一个买点 我们可以留意到 产业面技术面都抓住了以后 相关的个股就等着它持续开始做攻坚的动作 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文创的一个社会股的话 3541的西伯 是可以特别留意的 今天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我首度跟各位谈到文创 那毕竟这样子的个股 如果说你想要做布局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是3541的西伯 应该是首选的一档标的股 再来的话呢我想 韦庭我们就开始还是回头来看我们的海量 持续追踪 穿戴 对我们持续追踪 当然海量穿戴 这今天的走势不是很强 我想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加权指数台北股市 它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多头格局一定是用轮动的方式 用量滚量的方式在往上做冲高的动作 某一天它涨了太阳能 某一天它涨了LED 某一天用金融来互盘 某一天用船船往上攻坚 各式各样的一个族群 它都会做出一个轮流往上做攻坚的动作 这是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多头的结构 那我在讲这样子的内容之前 也就是说 今天穿戴小涨 或者是海量资料小涨 或许是它没有涨停 它没有再过高 可是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趋势它是终将过高 为什么 什么样的趋势 趋势第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带两档股票给各位看 美国股市的相关的两档股票 第一档个股 我就请导播 把AVAGO这一档个股的K线形态 来给各位做一个报告 AVGO 各位看出来了 昨天AVAGO这一档个股 我们这边叫安华高 我觉得安华高 安华高就安华高 或AVAGO都可以了 昨天是大涨了9.75% 前天大涨了9.75% 昨天又再度上涨了将近7% 那么短短的时间持续不断的在创新高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 它本身的一个产业深度 它的EPS 未来的营收 还有再加上所谓的 并购了一家所谓的LSI这家公司 叫聚基 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利多 造成了AVAGO这一档个股 股价持续不断的走高 那AVAGO这一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基本上它是做储存系统的 那储存系统的话 它的客户将来就可以伸展到 所谓相关大公司的所谓 他们要建立所谓云端的资料中心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针对AVAGO未来整体的EPS 会有更持续不断大幅的飙高 那我们从这一档个股 AVGO AVAGO这一档股票来看的话呢 我们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它代表的是海量资料 未来的产业趋势 它是过高的股票 所以说我想海量资料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来讲的话 今天或许没有过高 没有涨停 但是在整体台北股市 一个多头结构 持续要轮动的过程里面 台北股市相关的海量资料 要涨停要过高 那是迟早的问题 因为过程的轮动 一旦轮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是往上走 这是AVAGO这一档个股的海量资料 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股的观察 第二档个股的话呢 我们就从穿戴装置相关的代表股 这一档股票叫Agilent 安杰伦 那安杰伦这一档个股呢 昨天上涨了2.05% 它也是创新高的股票 它是一个量测设备相关的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的一档股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很清楚就是穿戴装置很重要 相关的一个受惠股 好 从这两档个股 不管是安杰伦 不管是安华高 这两档个股 都在股价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大胆的在这个地方 持续不断的强调 未来的穿戴装置 未来的海量资料 它就是全球高科技产业趋势 多头格局不变的一个族群 这两个族群是没有改变的 好 那从这两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回头来再去看呢 看 首先我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追踪海量资料 第一个 刚刚跟各位谈到了安华高 Aveco这一家公司是储存系统的 我们今天马上回头来看 我们台北股市3057的桥底 桥底今天过高 很清楚 前高是36块8 今天小过高两毛来到37块 但是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整体上面它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代表所有近期这么长的时间 你只要买进桥顶的 3057桥顶的投资人 你都是赚钱的 而持续在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做续报的 为什么 因为整体它的产业趋势 是持续不断的往上的 它的营收是增加的 它具有创新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的data 现在是big data 是一个海量 你必须要有更好的储存系统 更大的储存设备 来储存这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说从ivago的储存系统 来到今天桥顶的过高 其实它本身就是有一种 直接的一个反射的一个 相关各股的标的 那至于就是说 还有什么样海量资料 我持续不断的看好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们 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它还没有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把握低阶布局的标的 可以在下个阶段 再跟各位投资朋友做报告 好我们股市盛手休息 三分钟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用心的投资顾问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02-2542-8999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ExplorerTube stgnews.net 三立新闻望全新上线 鼻塞睡不好怎么办 欧制鼻鼻喷剂 轻轻喷在鼻塞部位 几分钟内迅速解除鼻塞 效果长达12小时 不添加肋固醇 睡得好 精神好 欧制鼻 享受畅快呼吸 国内首档智慧家电音响 即装潢居家设计展 全新形态整合展出 12月20日到24日 就在圆山监验馆 诶 你感冒好几天了 叫严重的感冒 请用加强配方 有鹿丸加强液 安全配方 效果更好 有鹿丸加强液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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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是在弄啊 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 邀您一起帮助弱势孩童 谢谢 谢谢 最关键 变身后 不管是我们老外老 都要出苦耐劳 你们没有功劳啊 也有苦劳啊 文部都听我喘 活力发 有人生抽出意志 我跟 这一八回 对天空 谢谢 谢谢 看好你感情 白马 活力发 欢迎再度回到了古志圣首 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 特别提到一个新的产业 是在文创产业日 今天孔老师第一次提到这个产业 后续来可以持续来关心跟追踪 不过还是要来去找一下 在过去常常提到是在海量资料 跟这个穿戴式装置哦 今天表现比较不好之下 孔老师心情似乎也是受到一点点影响 但是呢 这个股票总是有起有落嘛 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是不是还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好 那当然啦 其实我对我的选股基本上是信心很好的 那刚刚谈到了3057的桥顶是过高了 那只过高两毛 那还是过高 还是涨 因为加权指数今天毕竟还是小跌的格局 下跌三点 那第二档个股的话 我们持续从Aveco这一档个股 做出一个隐身的动作 那帮助Aveco做出所谓代工的 也就是所谓伺服器间光传输系统的是什么样的个股呢 那我想就是4977的重达 那今天的重达4977的重达呢 今天是一个 当日走势图来讲的话 它今天是一个小涨的格局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个股 所看好的个股 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天天涨停 那当然就是说 让它有这样子的一个震荡 做出有效的一个筹码沉淀 轮到这些族群在做轮动的时候呢 那自然就不要涨停了 所以说4977的重达今天 基本上它还是上涨 只是它没有来到涨停 那这次都是Aveco相关的一个反射回来的个股 那我想重达已经跟各位谈过了 就是光通讯传输 伺服器间光通讯传输的相关的一个 光收发器的一个相关 对Aveco做代工的 10Gbps的这个部分 光收发模组 我们再来的话呢就是 就要回头来看 我这么多的伺服器 我当然要有所谓的机箱 那这个机箱来讲的话呢 我除了放伺服器 最重要还有一些Power 这个部分的一个 能够做省电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 韧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发展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必须还要有整体的一个 整合的一个功力 这一档个股的话呢 我想3693的银帮 今天3693的银帮 这一档个股呢 也是一个小涨 但是基本上 你看到的这些股价 大部分全部都是在 所谓的强势的整理盘 你看 你真的要杀下去 你看杀下去 它就有人要接手 虽然没有涨停 还是上涨 没有整体上面 没有涨停板 但是它整体的股价 就是维持在所谓的强势的整理 这是3693的银帮 所以说4977的重大 3693的银帮 基本上 他们都是走非常强烈的 这个族群 非常强势的整理 那么今天 我要再跟各位谈一谈 那我想这一档个股 也是我们会员的一个 这个所拥有的一档股票 那这一档个股呢 跟乔顶一样 今天是创新高了 今天创新高 这一档个股呢 是2059的川湖 那我想2059的川湖 这一档个股啊 今天整体上面是用一个过高的盘 它给各位的一个 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说你伺服器 整体的伺服器 你放在所谓的机箱里面 在这个机箱的过程里面 你在放的时候 伺服器要拉近拉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所谓的倒轨 而2059的川湖 它就是做倒轨 那倒轨这个工 倒轨这样子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应用在资料中心相关伺服器的一个 抽屉式的这样子的一个 拉出来推进去的一个动作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2059的川湖 今天是用上涨 那么创新高339块的一档个股 那我想这样子的个股 实际上 在每一个过程里面 都有所谓相关的受惠股 早就已经跟各位谈过 海量资料应用的架构图里面 那所以说 今天不管4970重达 所谓的3693的银帮 或者是2059的川湖 我想这些部分全部都是 在未来的资料中心 你必须面对海量资料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一个 接受海量资料未来的分析 还有储存的动作来讲的话 这些相关的个股 都是直接受惠的 所以说我看好这些个股 基本上一直都没有改变 那另外当然就所谓的 6277相关的这些个股 或者是5274的信华 我想红正也好 信华也好 这些个股我仍然是看好 没有改变 毕竟他们都是海量资料 相关的受惠股 整体的产业趋势 它是持续往上走 没有改变 这个部分就是海量资料 我持续看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我想继续来跟各位 谈到的就是说 还是海量资料相关的银帮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160已经不会占来了 很明显不会占来了 那大家都应该把握它的机会 再来就是所谓的伺服器流量 管理设备的安瑞 一根涨停之后 直接标到28块8毛5 我想这个部分 是超过三成的涨幅 那压回来还是要把握 3664安瑞的一个切入买点 另外海量资料的软体 或者是系统整合这个部分的 6214的精神 我想69块9短线 来到这个高点之后的压回 你要注意未来77块 我认为不应该是 它历史高点的反压 我认为具有创新的条件 所以说这个部分 是海量相关的一些个股 在跟各位在做追踪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想在穿戴装置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安杰伦在创新高 所以说这样子的量测设备 相关的个股 在走高的情况之下 那么穿戴投资朋友们 你也是要留意的 在这个地方也跟各位 看好的3035的质源 我想3035的质源 在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现在目前也是维持在 所谓的强势整理的一个走法 非常清楚的看到 未来个股轮动 轮动到穿戴装置或市基的质源 那么一根涨停就是过高 那么就是再创新高 突破41块半 我想像3035的质源 是投资朋友们要留意的 另外我穿戴式的装置 10公尺以内的无线传输 也就是所谓的蓝牙晶片 5261的创结 投资朋友们 这一档个股你可以看到 整体上面它也是走出 所谓的强势整理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三点 今天它仍然是上涨的格局 虽然没有涨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它仍然准备市基 要往上挑战新高的一个走法 5261的创结 投资朋友们 这种蓝牙晶片 未来会大幅应用在 所谓穿戴式装置里面的 一档股票 这样子的产品 是投资朋友们 你要非常清楚 它就是站在产业趋势 对的地方 相关的这些个股 投资朋友们 要特别留意 再另外3428的光药科 Google相关的供应链 我们可以看到3035的资源 是Google相关 转投资的神链科技 这个部分 资源转投资神链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脑波感知IC 是Google Glass 相关的供应链之外 那3428的光药科 它也是Google相关的供应链 这个部分 投资朋友们 这三档个股 也就穿戴装置 任何时间压毁 都应该用长线方式 去看好这些个股 未来的表现 好 目前大盘来看 这孔老师也是偏多来操作 今天新增的产业 是在文创产业 以及包括了上次在 穿戴式资料 还有这个海量资料 都是实施来关注的产业了 也感谢收看了 我是韦婷 我们演讲